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第四期癌症的人,剛化療,晚上一個月,我們連呼的人走掉,我們正在地下,我會在製救會裡面,我在地下指個製救會,三百多個名單,我們連呼沒有說,好,中家中心好都沒辦法,我再死,我一定會有辦法,我現在今天和我走了,我這天才看到真的事情,不是說你們說事實就沒辦法,不辦法 在1996年,這一段一連串的行動下來,包括聯服,包括在場,包括藥員,金國力等等,這些工廠,都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處理呢? 其實都用這個,老委會啊,把他所主管的,這個就業安定基金,那麼透過代理的銀行,在這邊就是華南銀行, 那麼撥了一筆錢,給這些被惡性官場的勞工,這個發這筆錢的依據,是每一個勞工可以領到的資錢費,來做計算的根據 每一個人領到的錢,上限是一百萬,也就是說你,根據你的年資,你所有人可以領到的錢,那麼政府拿一筆錢來給你,那麼上限是一百萬,你的年資可以領到三十萬是三十萬,二十萬是二十萬,那這筆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坦白講也沒有人搞得清楚 雖然各位聽出來,將我們的勞工的權益呢,讓我們往前踏了一步,但是呢,很遺憾的,十年後呢,各位又收入,老委會的罪長 說是當年,讓你們錢,不是要照顧你們的生活,不是要替這些公司所欠的這些資錢費,還有薪水等等,替政府出錢,先來替你們料,政府去把這些廠商,特別廠商去跟他要,而是變成說,我替你們照錢,讓你們的生活下去,但是我不知道,當初政府到底是怎麼說的, 因為有這麼多人,都不知道說我怎麼漢錢,還是當初我們知道怎麼漢錢,我們是不是就會這樣解決? 現在快到十五年了,當初我們這支筆錢的時候,老委會就告訴我們說,要跟我們去向老闆這支筆錢,要支筆錢來還我們的貸款 今天過來好像那個討債公司,又要算我們的利息,還要查封我們的財產,要我們來還這些錢 我們在老闆那邊,連要到一毛錢都沒有,人呢,從泰國用手錶把它靠著回到台灣,都還沒辦法要到那筆錢 你現在要來向我們要支筆錢,我們是覺得很冤枉 很遺憾的,這是一個政府的政策煞人 當時政府的政策鼓勵企業,南進吸引人 而且,連服制義是一個非常惡劣的企業,它並不是破產,它完全是把所有的資產往外移了 當時的退休金支檢費是完全沒有提拖 當時我們帶鐵軌握下來的時候,那個晚上,政府發覺這事情非常非常嚴重 為了要取決這個事情,它告訴我們是說,它願意帶位球場,讓每一個人去借了這幾天 可是16年後的今天,我發覺是,政府不是當時的承諾,完全是跳票 政策上,政府要負責,當時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你鼓勵所有的企業往外移的時候 這些企業當結束這場的時候,對在座所有的那些,從年輕就開始 從小就開始在這工廠做工的,支檢費,退休金 甚至工資都欠了一批,一批五股的工資 當時國民黨是為了要解決這樣的事情 所以才拿一筆錢出來,告訴員工講說,我幫你們去求償 然後你們用你們的年資,用你們所有的,該拿的退休金支檢費 我們換得了這樣子帶來的這樣錢 15年後今天,還是國民黨執政 政策你要負責的時候,你竟然回頭向這些 這些人都已經是七八十歲的人 甚至有很多人都已經過世 所以在這裡我們嚴格的要求 就是說,老委會真的好好回去思索 應該要停止這樣的一個不公 當初這個一個決定就是錯誤的 所以對於這樣錯誤的決定,應該盡速的彌補 而不是把這個球丟給法院 讓這些的善良老百姓再去面對法庭的這個訴訟 然後無能為力,然後被逼迫再去還錢 我想這是不對的 好,謝謝大家 請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